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集中的有很多 比如说集中某一类问题都在那 会觉得好像有一些还是安排得不太好 但是我想也没办法 在我这个阶段 这就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 所以就都放在那里 它也包含我对家庭或者包括家庭到底是怎么回事 亲情还有可能有的一些情感 包括时间 包括回忆 所有这些东西 影片中多次出现父母午睡的镜头 这也是片中最打动人心的镜头之一 对这一镜头的设计 孙芳表示 我父母午睡 我经常看 然后我自己也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片子最早构思的时候 主要它的内容是对话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中间能尽量有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 所以像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时刻 那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时刻比较打动我的之一就是他们的午睡 所以我们拍了很多他们的午睡 记忆望着我集聚作者风格 有观众认为该片奇妙地融合了小金阿尔朗式的家庭主题 和飞兰导演阿基·康里斯玛基的冷军风格 甚至还有些纪录片的色彩 所以为何拍摄这一题材并且采用这种形式 宋方表示 我剪辑的时候更多还是凭直觉 就是觉得可能过程当中会觉得有一些跳 或者说会觉得转得有点快 但是我自己觉得基本上不影响它的整个的叙事的一个走向 就我想把那些不必要的过场 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就是不能说没有意义 对一些相对过场一些的镜头都去掉 乐视娱乐北京报道